字幕翻译ihat者 翻译 & 欢迎访ued 特朗隆史我们辛辛苦苦开出来的 开出来是辛辛苦苦开出来的 老罗鸣的声音 对 所以 是早期台湾 台湾都是老罗鸣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 妳們來這裡不就是所以救我們 妳們給我分什麼牙 但是我現在實際上好恐怖 它好像不是正常的 快點 快點 上面有水 打電話 打電話 對於這個世界 妳到底了解有多少呢 歡迎收看不可思議的世界 節目一開始 影劇記者陳瓊貞 要告訴我們 現在是少奶奶的賈靜雯 從小就有靈異體質 到底在她身上 有發生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什麼事情呢 琼珍 其實我那天有在訪問賈靜雯的時候 那天我就有一次在棚內看到她 然後她就臉色其實不是很好 我說妳怎麼了 她說最近常失眠 我說為什麼會失眠這種狀況 她說她有一次去大陸拍戲 然後去拍戲的時候 可能那種其實很多那種 荒山野嶺那種武俠劇 她很晚就上去拍 然後她回飯店的時候 發現就是有不尋常的狀況 然後就一個聲音一直跟她講話 一直跟她對話 其實有男生的聲音一直跟她對話 對 很妙吧 對 她整個晚上都一直在跟她對話 那種她不能睡覺這樣子 她不是很擔心嗎 對 可是她後來說 其實那聲音一直不時出現 而且會有腳步聲那一種 然後她就去求問老師 老師就說可能是妳精神狀況不太差 才會跟 才會被這樣去 有點可能跟傷這樣子 可是這個人不會害妳 她已經生產完以後 沒有 之前在 她之前在大陸拍戲的時候 然後她就說這個人不會害妳 所以其實妳也不用怕 那就是和平相處了 看哪時候自己想開就走掉這樣子 因為她沒有存害心 所以沒有必要去 特別去把它去掉或怎麼樣 然後那就覺得說 反正就可能在大陸那時段拍戲 可能就回來台灣就沒事了 然後那時候她大陸拍完戲之後 回來台灣要繼續她的綜藝節目主持 可是那個 聽說那個人就跟著回來了 就是晚上還是會出現一個 一個身影在她的那個床頭旁邊 就跟她在大內地拍戲的時候 那聲音是一模一樣 是一模一樣 而且還是持續一樣 這個狀況持續跟她講話 那因為妳講過她很膽小嘛 對啊 所以她後來已經被訓練到 她已經是有點麻木了你知道嗎 就覺得說 反正就等於是我生活中 空氣的一部分這樣子 沒關係 就是妳在跟我講話的時候 我就是心裡面念佛這樣子 然後可是那一陣子 她其實運氣還不錯耶 就是一般人會被跟的話 可能她可能有幫她 可能有幫她 那時候她節目啊 綜藝節目 還有戲劇主持的時候 效果都很好 對啊 然後在廣告也很多這樣子 然後後來聽說那個人就是 對 然後後來好像 這個狀況就自然而然就消失了這樣 她後來也不曉得怎麼回事 對啊 從頭到尾她也搞不清楚 為什麼會跟著她這樣子 所以要問老師 這很奇妙的事情 到底跟到的是什麼 怎麼有男生的聲音那麼久 而且是從沛洪過海喔 從大陸海漂到台灣來 一般如果說她會跟著 從大陸跟到台灣來 這都有英國關係 英國關係 對啊 就是可能她上輩子 有幫助過她什麼 她要給她保溫 這樣啊 所以才會帶好運給她 對 才會帶 如果你一般被這個 靈界的朋友跟到 大部分都是會倒楣 擋你的財 擋你的運 但是你如果說 讓她就是說跟到你 會幫助 如果她是要來報恩的話 她會幫助你賺錢 她事業運也會比較少 所以這種就不用請人家 去把它處理掉 一般 其實很容易判斷 你如果說一跟你就不舒服 然後身體晚上就睡不著覺 然後就是身體會 對 我們這邊肚子痛 心臟痛 胸口悶 是不好的那一種 那個你身體一有開始不舒服 那就表示不好 像有的人會開始頭痛 鬱裂啊 什麼 可能就要問一下 去大廟開 像有個滿有名的 比較年紀大的 四幾歲的一個女影星 也是大陸拍片回來之後 得到暴食症嘛 對不對 暴食症喔 對 那我幫她研究過就是說 跟她電話通談過 她是說 先不是說她是 跟到一隻白圓巾 對 所以她在那個 白圓巾 對 她變成暴食症 然後她會一直夢中覺得 她沒有穿鞋子 都是光著腳 找不到鞋子穿這樣 整個神態 神情 精神 睡眠都改變 所以應該就是說 以我個人的了解認為說 這應該是屬於 修煉者的東西 就是說 這不是一般的鬼魂 那她應該是有某個程度的修煉 所以跟著她 能夠透過耳朵 講聲音給她聽 跟她對談 但是這也很奇怪 因為最近好多台灣的女 女藝人都很漂亮 而且都滿有作為的 在最紅的時候都結婚了 你們覺得這個有點奇怪 這是好嗎 我覺得這不見得是好 對不對 所以好幾個 還有那個模特兒叫什麼 她也是結婚嘛 小蕾 要... 但是應該還沒到結婚的年紀 還沒到 所以就是說我個人會認為說 而且大部分這種結婚 很多人都...最後都離婚對不對 都不是以善 對啊 都不是以...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他們在那個街谷下 是不是有這些修煉者 跟在他們的後面 是有人在押忍的 押忍 這個男子 本來沒有那麼好的條件 那麼好的下茂 怎麼會他這麼愛他 然後就急急的忙忙的去結婚 結了婚之後馬上有小孩 然後下面就是開始要準備要分手 所以是男生有作法 不是 就是說靈界的力量 就加爆 對 加爆就打回來了 對 藝人打了幾個啊 那怎麼樣維繫後面的感情呢 對啊 所以說我覺得 就說像這種情況就要去研究 就說該怎麼樣處理 因為畢竟美麗的東西 一定很多人去追求 包括靈界也一樣 他必須要了解你的生活 進入你的生命裡面 說起來是滿危險的事情 還是祝福他們啦 幸福美滿 但是如果說真的有在外面 跟到一些不好的靈的話 你們要求助於老師的時候 也要小心喔 因為鳳凝有一個朋友呢 也是去求助老師的時候 反而還被下骨耶 對 因為我一個朋友 他就是感情不順足 然後就聽另外一個朋友就是說 有哪一個大師啊 是可以幫他掛解 那他就去了 就跟那個老師聊... 聊了之後他就只喝了一杯茶 然後之後回去就開始不舒服 他開始就會嘔吐 頭暈目眩 然後到後面他根本沒有辦法上班 都躺在家裡 然後很嚴重喔 他完全不跟人家打招呼 也不說話 自閉 不知道 然後每天就是都... 就很... 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對... 然後昏昏沉沉的這樣子 然後他也不吃東西喔 不吃東西 那不是會那個厭食症嗎 不知道就... 大概狂瘦 大概三個月就狂瘦10公斤 然後之後他就是... 都是一直是這樣 那只要有人去看他 就告訴他說 其中一個就說 三峽有一個大師怎麼樣... 出主意的人就會倒霉 真的啊 真的 這比較可怕耶 對 然後還有一個人是 他就講他叫他去找誰... 他一回去拉肚子拉三天 躺在家裡不能動 其實都不能跟別人接觸就對了 對 不行 就是只要有人出主意 他就會倒霉 那就標準的人才兩師 對... 然後到後面更誇張 他就到後面就是有神明指示 因為家裡有供奉那個神明 就擲筊 就說 已經要撐到清明節 那一天一定要... 所有的家族人都要回來 那個時候他就會好 結果就全部人拒絕以後那一天 中間距離多久 也差不多快一年 然後他就突然間 就跪在那個佛堂前面拜拜 然後一直拜... 拜到後面 他竟然會認人 會笑 之前都是面無表情 不會認人 後來他就是那一天之後 隔天他好多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們說 他認為我們給他吃的東西 是苦臭的 所以他不能吃 可是他晚上自己去吃的東西 其實才真的是苦臭的 他自己會去抓東西吃 怎麼想法完全都改變 對 然後晚上的時候 他會聽到那個大師 跟他一直碎碎唸 會來看他 那個精神壓力好大 對 然後他說 好像跟他講說 我兒子很喜歡你之類的 然後他不理他 如果在台灣的話 應該不是下谷啦 那可能只有給他下符之類的 谷的話台灣很少 幾乎沒有 因為下谷的那些材料 有一些那些蛇蟲鼠蟻那些東西 你在台灣他沒辦法生存 就會死掉 那你就沒有那個材料 沒有材料就沒辦法下谷 長達快一年耶 那個應該是他有被下到邪符了 那毛山術有這樣的邪符嗎 邪符喔 每一個門派都有 不是只有毛山而已 法術是死的東西嘛 那你學到要害人家 他當然也是就是邪詩啊 人怎麼分辨 就是說你學到法術 你要幫助人家是好的法術嘛 沒有什麼 那為什麼他沒邪符啊 對啊 他而且他暗示他 我兒子很喜歡你 就這樣一直跟他講 我覺得他可能有被人家嚇到一種 一種迷魂符之類的 但是迷魂符 他這個比較嚴重的迷魂符 他會失魂落魄 然後呢 精神會耗落 這一種的話 他可能要控制他的心智 所以他會對他嚇一種 可是他說為什麼神明指示 一定要在清明節 所有的家族人回來 他就會... 他符下下去 這是一種無形的力量 可能他有請他的這些兵將 比如說鷹平鷹將 或是這些孤魂野鬼 去來控制或是影響 他這個人的心智 那你這個清明節 其實家族的祖先會回來 回來家裡 那你...你是家裡的人 不是你家的人 你就會趕他出去 所以他就會好 那小劉先生的話 你有一個朋友也是 有一點事情去請教老師 老師說他卡到黑狗巾 什麼叫黑狗巾 他不是卡到黑狗巾 他那個...我那朋友是這樣 他... 他是... 他自己有一天他就是... 在廟裡面都忽然起床 起床以後他就... 廟裡面的靈機就說 他有這個靈異體質 然後就叫他去學習這個... 機身 對 機身 然後他去學習的時候 他...那時候在這個... 南部的某一個工業學 後來有一對... 有一個夫妻他們從台中來 帶他們的女兒 然後他那個女兒 是在念大學 在中部念大學 然後他是大學登山社的那個社員 然後他們就去登山 登山以後呢 女孩子回來以後就... 就每天晚上就有... 有懶得跟他那個... 做那一場事情 而且做完以後那個... 床上有那個狗騷尾啊 釀騷尾 然後他們就... 就帶他去南部問... 問這個... 然後後來他們就... 好像有請... 關槍手之類的 就...就請出來之後 然後就原來是黑狗巾 那黑狗巾後來也... 也把他退掉了 當然之間他們有一些作法什麼的 可是退掉的當時那個女孩子 故事就... 還有... 融起來了 就當時喔 就退掉當時那個女孩子 然後就... 後來就帶他去招操音波 然後照出來 那晚上站上的時候 其實很危險也很害怕 那可是因為當兵被操得很兇 就累了 會偷懶想睡覺 然後到了十一二點 他講沒人 他就靠住在後面就撬兵 他就坐在那邊睡覺 然後槍就放旁邊 睡... 突然間槍就滑落 砰 嚇死 沒事 槍滑落 好 繼續睡 繼續睡 後來發現好像有人在燒他癢 他覺得怪怪的 可是... 也沒有傷害他就算了 後來他就繼續睡喔 我不知道過了多久 突然間喔 有一個兒子手 從他後面這樣子 勒住 你有不可思議的靈異影片或靈異照片嗎 你知道哪裡有恐怖的靈異地點嗎 歡迎你與我們聯絡 一同探討這不可思議的世界 然後他們就帶他去南部問了這個 然後後來他們就 好像有請官將手之類的 就... 就請出來之後 然後就原來是黑口筋 那黑口筋後來也把它退掉了 當然之前他們有一些作法什麼的 可是退掉的當時那個女孩子 固執就... 懷孕 就當時喔 就退掉當時的東西 然後就... 後來就帶他去照超音波 然後照出來是類似那個小狗 但我不是說是小狗 真的假的 狗的形狀 對... 懷孕 女生肚子裡面啊 所以這個就比較玄的就是說 人跟狗 我自己也懷孕 對啊 我也是很自意 怎麼結合呢 自意我這個朋友 然後我的朋友 後來他就跟我講說 他說這個類似狗的形狀 後來是把它拿出來 拿出來以後 但是這個... 由於當事人 他說這個事情 他們宮裡面的人大家都知道 也當時很多人都會看得到 太兇了 不是... 他有懷孕 然後有去墮胎 墮胎他拿出來的那個... 不是 照的時候是狗的形狀 拿出來當時是一個胎盤 墮胎拿出來是... 那才幾個月而已 怎麼會是這樣 對啊 怎麼會是狗的形狀呢 這顯現在可能超音波上面 對不對 顯現在超音波上面 顯現那個東西 其實這無形的東西 不可能變成遊型的啦 坦白講 那是無形的東西 就算你跟鬼 跟這個狗靈交合 也不可能就因為這樣就會懷孕 是不可能變成遊型的 所以他只是一個幻象 他只是一個幻象而已啦 他是不可能的啦 但是他拿出來就是跟正常的 就是胎兒或是胎盤一樣啦 是不可能說拿出來變一隻狗 那是不可能的 對 但為什麼這隻黑狗 今天要找上這個女生 為什麼 去登山啦 登山一樣被跟嘛 其實這種被跟很正常 你剛剛講那個跨海被跟啦 其實我們家人 我姐姐就是這樣子 在上海工作 然後久回來 跟回來以後 然後也是整個人都不對了 到現在都不對了 到現在還沒好 算OK啦 但是就是這樣 對 老師 那像那些動物靈 還是那種鬼魅 他到底會挑什麼樣的人 對 有什麼樣的特色 因為像郭老師講的 過去他跟他可能做過夫妻 或者要訂婚 有姻緣啦 那不像英國啦 姻緣 有那個姻緣沒有了 但也可能這一生才結得二緣 譬如說他看他貌美 看他年輕 看他討喜 所以他跟他 所以在靈界的修煉者 他不太受天律藉管的 像那個張醫師講的 他已經修到一個程度 他可以幻化出來 你看到的是佛屬或是神秘 但是其實他是豹精或是狗精 你懂我意思 但現在受害最深的是一些 修靈的 通靈者 有些或是還沒有修行成 通靈的這些修行者 他因為他想要修行 想要通跟靈界的溝通 那你很容易就... 走火入謀 那就招來這些心魔 那這些 他可能你想看到 比如說釋迦牟尼佛或是佛祖 你希望祂給你一些指示 開示 那你就真的看到了 可是你分辨不清 這是真的佛祖還是假的佛祖 就是這樣 但是好像不只在荒郊野外會碰到 像我們天后張惠妹 在錄音室也曾經看過 以往生的張宇生 其實那一天是 阿妹其實是上友台的一個綜藝節目 然後其實那一天談 就是談他人生的過往這樣子 可是他談到說他生命中 然後一個很重要的人就是張宇生這樣子 然後當天還把那個 張宇生的爸媽也請到棚內來 他其實錄影的時候 其實一路上都很順 都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等看袋子怎麼都很順利這樣 場面也很感人 但是因為那個節目也有一個副控 他是自己本身有陰陽炎的體質這樣 他當天就覺得不對勁 可是他...就是錄影很順 所以他沒有講出來 等到他回去 那當晚回去他去過袋子的時候 發現阿妹在講張宇生那一段的時候 那袋子一直過不去 就是有雜訊 不然就是有那種很奇怪的聲音出現 他怎麼過又覺得有問題 可是他怎麼用力回想 其實當天錄影狀其實很順 沒有什麼狀況 為什麼就帶子會出問題 都沒有出問題 他後來就突然感覺說 突然後面一陣冷風 所以他覺得 好像有個人家後面跟他一起看 他就猛然一回頭 就發現張宇生半邊臉不見 在看著他 對 他是車禍 他是車禍過往生的嘛 對 他是車禍過往生的 然後看到他就嚇了一大跳 但是因為他其實 從小就有那種陰陽眼 所以他也 就是也不會太害怕 但是他知道這個狀況 然後回去就跟製作單位講 那正在講說 其實這個棚其實常出問題 那個棚是很有名的一個林毅棚 這樣喔 我也是採訪的時候 我當場在那邊遇到的狀況 就是那一天就是 因為那個棚常出狀況 所以其實工作人員每次要錄影的時候 所以我都要先拜拜 所有工作人員都要 其實三個主持人一定要到場這樣子 然後那天剛好是瓜哥 瓜哥那天好像比較趕 沒有拜得很仔細這樣子 那我們採訪他 因為趕得跟我們聊天 我們採訪他的時候聊一聊 突然燈就停電了 就燈就直接閃一下 就沒有燈了 是啊 然後就很不順就對 然後又亮話又暗這樣子 然後之後人就很緊張 趕快把那個 說主持人全部找來 一直當瓜哥 站在前面 要第一個拜 神經拜一次 然後拜了很久之後 你知道多神奇你知道嗎 就當下他拜完之後 馬上燈就亮了 那郭老師為什麼有時候 攝影棚裡面 常常會有這種狀況啊 機器啊 螢幕出的問題啊 什麼 因為攝影棚比較容易聚集這些 陰的 陰間的好兄弟 或是這些看熱鬧的 市場會影響燈光什麼嗎 不是...因為你看 你這個攝影棚 沒有陽光 陽光照射不到 陽光照射不到 你陽氣就比較少嘛 而且你平常沒有錄影 燈都是關的 也沒有人在這裡走動 那就是這個空間 就是等於是說 也照不到陽光 也沒有人氣 那當然就是陰的好兄弟 比較容易聚集在這個地方 那所以你錄影 他當然你在錄的時候 有的他沒有離開 就順便看看你是錄什麼節目 對啊 那可是他們在的話 這燈光就會有時候 像我們棚有時候也會忽明忽美 會影響到 麥克風會一直明明沒有電話 然後也在那邊... 震動 因為那個磁場的關係 有的是覺得說 今天怎麼特別冷 冷氣特別冷 對 或是特別熱 那個都會有不一樣的 那個磁場在 那小劉大哥 還有在當兵的你的同僚 對 我同僚他小學的時候 他小學的時候 在他們小學 他們小學要改建嘛 然後他是在新的宿舍 新的這邊 他畢業的時候 然後他就... 因為他原來的那個 舊的廁所要改建 在操長另外一邊 那廁所是個靈異廁所是不是 對 他們從小... 念小學一年級 他就跟我講說 他們... 校長他就標去那個廁所 他們三個小朋友 喜歡我們三個 一二三 我們就跑去 那有一個是當老大嘛 每次都是... 反正小朋友一定都... 頭頭 比如說是我 他們在那個廁所那個... 就是... 門縫 門縫那邊 然後有一撮頭髮 他就把它拔掉 拔掉以後 他們就... 就... 就走了 他們就覺得沒什麼 後來他們第二天又去啊 就廁所旁邊就有雪 就是那個... 就日式的馬桶 敦式的馬桶 他有那個有雪 那是女生的那個... 對... 然後老師就... 後來他們就叫老師來 老師就說那是女生的那個... 驚邪 對 叫他們不要去在意 後來他們就回家啦 回家... 走在路上... 走... 就莫名其妙跌倒 跌倒以後就... 腿就摔斷了 就是送到醫院去 後來呢 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人呢 幫他媽媽端菜的時候 把湯打翻了 被燙傷了 對 他們就有去拔頭髮那個人啊 那個最嚴重 那個被車撞到 撞了昏迷了幾天 就醒過來 醒過來以後 他那個... 最嚴重那個外公就... 他那個外公是... 好像本身也是這種... 道士之內的 對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們去給人家弄那個幹嘛 那是... 那一說頭髮的意義就是說 他那個是人家的地方 但是我... 我在的地方 你不要來打擾我 你來打擾我以後 然後他就... 當然... 就把他的東西拿走 對 然後他就給你警告 然後這個... 最嚴重的當然就是 拔那個... 頭髮的人啊 是最嚴重的 然後後來那個... 學校也把那個廁所拆掉了 然後後來他們就... 他們也沒有事啦 只是說... 他們外公的意思是說 是給他們警告的意思 比較... 所以不管碰到什麼事情 我覺得一般的侵入是這樣 就說碰到靈界 或者碰到這些不好的 做... 愛做... 愛玩笑 開玩笑 或愛做鬧劇的鬼的話 他意思就是 在你... 有時候一直往生 驚嚇的時候 那時候傷到你的原神 那他可能從聲響 可能從光 可能成一個... 一個摔倒 那時候最嚴重 那時候被侵入的時候 就會一直跟著 所以我碰到幾個人 就是為什麼都跟到一些五行 就是在騎車 或者就... 幫別人的時候 水災就幫別的小孩子救他 結果自己採空之後 被鐵器擦到 在那個心神震動的時候 被侵入 之後就一直都不順利 就像有些孩子都這樣子 所以我就覺得 像特別在墳墓 不要跑步 不要摔倒 那也很嚴重 也不要亂剪東西 對 當然... 就剪頭髮就碰到這樣 那後來還得了 對啊 那鳳茵 妳有一個男生的朋友 在當兵的時候 還碰到鬼手 扣住脖子 對... 他就是去馬祖當兵 那你知道馬祖那邊 都很多海 那晚上站上的時候 其實很危險 也很害怕 那可是因為當兵被操得很兇 都累了 都被偷懶想睡覺 然後到了十一、二點 他講沒人 他就靠坐在後面是峭壁 他就坐在那邊睡覺 槍就放旁邊 睡... 突然間槍就滑落 砰... 嚇醒 沒事 槍滑落 好 繼續睡 繼續睡 後來發現 好像有人在燒他癢 他覺得怪怪的 可是 也沒有傷害他就算了 後來他就繼續睡 也不知道過了多久 突然間 有一個人 有一隻手從他後面這樣 勒住 然後頭這樣 仰住 然後不放手 他就一直掙扎... 然後快要斷氣的時候 就受不了 快... 他就一直掙扎... 而且他在哭耶... 他在哭耶... 我們要過去... 我們要馬上過去... 我現在來了... 好 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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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小路手 我們... 辛辛苦苦 排出來的 他們開出來 他們開出來的 老人民的聲音 對 所以早期台灣 台語都是老人民 你說我們該怎麼煩呢 你們來這裡 人家裡 救護我們 才希望啊 你有不可思議的靈異影片 或靈異照片嗎 你知道哪裡有恐怖的靈異地點嗎 歡迎你與我們聯絡 一同探討這不可思議的世界 有一個... 有一隻手從他後面這樣勒住 然後頭這樣仰住 然後不放手 他就一直掙扎... 然後快要斷氣的時候 就受不了快要休課的時候 突然間有那個哨子聲 嗶... 然後就站過來在旁邊 他看不到人 感覺有人在旁邊 就說 搞什麼東西啊 然後就突然間放手 那他不是快自行嗎 對啊 回過神來 沒有人 對 沒有人啦 有人救了他 鬼手跟什麼哨子聲 是誰救他 對啊 但是就是靈界也有 比較正義的人 他在惡作劇 要搞他的時候 就是熱到 這個有點像鬼壓床 已經壓到的時候 控制不了 可是他是清醒的時候 他是讓你醒過來 但是我講就是說 他的絕魂可能醒過來 他聲魂可能被控制住了 所以感覺是醒過來 但是完全不能自主的 去指揮他的四肢 眼神跟他的反應 所以這時候已經被控制住了 控制住三條魂裡面的某一條 那這時候他反應都沒辦法 可是有比較... 在這裡過往的 可能比較正氣的以前的班長 連長 排長 他看到這種情況 他整他出來叫他 然後他回魂過來 我的判斷是這樣 聽到他們分享完 他們的靈異經驗呢 我們今天大膽旅行團 要帶大家到北部一個靈異隧道 去探險會發生什麼情況 看我們的VCR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大膽旅行團 在我這邊是張老師 以及我們新的團員Yumi 大家好 我是Yumi 今天我們來到這個北部 一個廢棄的隧道 那張老師這個根據當地居民講 這個隧道當初在蓋的時候呢 因為施工不慎 那常常就是有人在就是 施工不慎 在裡面發生一些事故 對 那加上你看這個隧道 它有紅綠燈 它原來是單線通車 那單線通車 然後就是大家搶到 然後也會發生一些意外 不聽管制 那所以這個隧道大概在十幾年前 就廢掉了 然後又重新開一個隧道 新的隧道 那從此以後呢 這個隧道就靈異不斷了 那今天我們呢 來到這邊呢 我們待會兒 有張老師的學生 那我們要做一些感應 那我們等一下呢 先把我們新的大膽Yumi 放到最後面 最後面 然後我們再走回來 走回來以後 我們再一一的再 一貫的進入 一貫的進入 然後 什麼領域現場 Yumi沒有問題吧 應該沒有 聽說很難 我會加油 對啊 我剛剛跟Yumi聊 什麼都不怕 應該是沒有問題 就是好的開始 OK 好…加油… 那我們現在先把Yumi送進去 來 好…來 那我要拿Walking Talking嗎 好… 待會兒如果Yumi還有什麼狀況 你要馬上打 好 我會大聲呼救 那我們馬上 張老師來幫你處理狀況 對 老師你要注意 好… 要處理我的尖叫 所以我應該會叫得很大聲 對… 盡量大聲… 好… 我們剛剛從前面走到這個隧道的 隧道的鏡頭 待會兒我們就請Yumi在這邊做感覺 對 只有我一個人 就差不多是六百米深 六百米深 可能還不止 那剛剛Yumi一直跟我們講 不怕不怕 對 但是我剛剛聽到了 我真的聽到了 對 我們在準備的時候 已經有聲音了 而且可是我一命因為 感覺在那邊有 對 真的 我剛剛有看到Yumi 從外面一個 踏下來的土堆 傳出來的聲音 對… 我就從我的左邊那邊 真的有聽到 就是有腳步聲 然後還有人在講話 那Yumi你等一下 就對著那個麥克風 你再會你聽得到 我現在已經笑不出了 那請你就位 來 就是你在家坐 好 那老師 那我們就先出去等Yumi 看Yumi會有… 對 有什麼狀況 待會兒我們再從前面 再一個一個放進來 好 好 那妳現在會不會怕 其實還好 我是覺得 就是 陰風涼 就是還滿涼的 因為我不能覺得怕 因為我覺得怕 我就會很想跑走 然後我真的從我的左邊 聽得到 莫名其妙的聲音 我覺得這個是正常的嗎 好 我們現在馬上派第一個人進去陪妳 好不好 好 稍安物照 第一個誰 師姐 我們先進去 來 麻煩師姐了 我們現在已經派一個師姐過去了 好 好 我現在一樣住在這邊 那我現在身邊沒有什麼意義 沒有什麼狀況 Yumi妳看到師姐了沒有 好像有 就是 師姐是不是沒有拿手電筒 對 師姐沒有拿手電筒 師姐 可是我們這個方向也看不到師姐 師姐已經消失了 有 我有聽到那個呼吸聲 而且他在哭耶 他在哭耶 他在哭耶 我們就要過去 我們就要馬上過去 我們就要馬上過去 好 過來 過來了 過來了 你們有沒有聽到有人在哭 是你倒地了耶 趕快來 趕快來 我還要再去放在這裡嗎 過來 Yumi一直說他的左耳 聽到了怪聲音 還有腳步聲 然後派了師姐進去陪著Yumi 師姐發生什麼事情 師姐走到一半 我們就一直聯絡 說因為沒有帶手電筒 然後就說問那個 問Yumi說你有沒有看到師姐 有沒有看到師姐 他說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不對 不見了嗎 走了很久 然後就問他 後來有聽到就好像師姐在哭 會哭什麼呢 張老師你在現場嗎 你也在 對 就是他走 就好像不見了 然後我們就想說奇怪 怎麼會不見了 對 而且四百公尺 我們想走五分鐘 五六分鐘 四百公尺五六分鐘 這中間這幾分鐘的時間 師姐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看下來讓你遺失了 我頭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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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怎麼知道 我已經 我已經肚子都破掉了 他的肚子都破掉了 為什麼肚子破掉了 你吃到我的嗎 你吃到我的死亡了嗎 這條路是我們 辛辛苦苦開出來的 這條路是我們辛辛苦苦開出來的 老羅民的聲音 對 所以早期台灣 台路都是老羅民 你說我們該怎麼煩啊 你們來這裡 不就是想領助我們嗎 你嗎 會 你們給我們什麼呀 會 既然你現身出來 講你的這種 真正為國犧牲 開路 所受的苦難 我離頭好痛啊 我們請這個 因為紀公老師是 現在是 三屆的導師嘛 他希望肚一切的 這個孤魂野魂 問題我頭不潛流 幫你恢復一下 你要知道說 沒有錯你死的時候 肉體是受到了巨石的壓傷 壓碎 我的肚子也肚子也開啦 對… 但是就是說你要想 今天我們可以救你的靈體 你的靈體如果能夠轉念 不要執著你再生 受到這個爆炸 巨石壓迫長度 腦袋殼的 這個痛苦的話 你就可以得到一種解脫 對… 那你可以帶我們離開這裡嗎 是… 所以說今天我們來的話 了解真相之後 順道也度啊 你們離開這裡 回到這個 你可以嗎 你可以帶我們離開嗎 能不能先請她 把心放下來 沒有… 不好意思 這位農民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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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知道我們 沒有人知道我們 沒有…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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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我的頭… 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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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農民兄弟 我就是在這邊 就是當初蓋這個隧道的時候 因為貪方 然後… 所以我們感覺到 他的頭很痛 然後肚子好像是破掉的狀態 他說他的頭撞破了 肚子也破了 然後腳也沒了 所以他沒有辦法 對…像我們能帶他們出去 那現在就是請老師幫我們 對… 就可以帶你… 把他們從這裡帶出去 先帶出去 對… 要執著死前的肉體的狀態 好嗎 那都是犯向夾擠 擠得 好 於是何歹我們… 會…一定 今天晚上再跟我們一起走 好嗎 我們帶回店前去 跟著辛苦修練 我們都是為了國家 你們不要忘記我們 千萬不要 好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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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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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僵師姐 在走過去的過程 被這個意外死亡 在這個隧道的老農民附身了 他說他的頭很痛 要你們救他們出去 他頭很痛 然後他腿也斷了 那整個師姐他是這樣跪著 因為他沒有辦法站起來 那我們就要拉他站起來 沒有辦法 因為他說他肚子痛 然後什麼長破… 然後師傅就把他的那個帽子 因為他頭很痛 然後有拿下來給他 幫他治病是不是 對… 還給他喝水 對 有給他… 就是老師有幫他 當時在做處理 那個師姐他… 那個老農民的意思是說 他當初開墾的時候 就是說他一個人來台灣 然後他沒有… 就好像孤魂也不會一樣 沒有家人 對 也沒有家人 也沒有人媽去處理這些事情 他為國家犧牲 對…為了這個社會 為了這個社會 因為台灣在開墾 我們不知道花東 對不對 蘇花公路 中紅、北紅 很多都是以前那些老兵 他們變成老農民 在農工處服務 開墾、開山洞 因為這樣炸死在裡面 對 很可憐 所以你看 誰是我看這個 屏東內埔公墓 你看老農民的墓 就壞到這種程度 沒有人幫忙處理 那他們的那些魂 就是都很可憐是不是 就是跟著骨頭的魂 就很痛苦 所以我一覺得 國家應該就是說 對這種事情 政治的風景要擺得一邊 這功跟過的東西 要分清楚 好 光老師 幫我們譬如說 因為一般像他們就是說 他們是從大陸跟政府 來台灣的 那有的人有結婚 有的人沒有結婚 那大部分這些可能 比如說開墾的時候 死掉的時候 他都是單身 那也沒有子孫或是家人 來幫他處理這個事情 對啦 所以他 比如說 我姓郭的 那我死掉 郭家的祖先 有找郭家的子孫 那他不會找姓陳的 或是找姓林的 那他們是連子孫都沒有 那也沒有後代人 或是家屬 來幫他處理這些問題 所以一般的話 如果說他死了之後 是要找他的 比如說他姓陳 就去找他姓陳的子孫 來幫他處理 那他為什麼 挑這位殭屍姐呢 對啦 我後來問那個小師妹說 他走進去他有沒有恐懼 他說沒有恐懼 可是他一直走... 覺得越來越暗 然後最後就 突然兩腳一栓 就跪下去之後 就那種 沒有意思 就是沒有意思 就一直哭 那一開始是那個大膽 優美先聽到聲音的嗎 大膽流量 在那個地方 我那個地方的時候 我去的時候我就看到有 就是有影子在最後面 他因為他雖然是隧道後面 但他後面是一個山崩 崩掉了 堵住洞口 優美坐下來以後跟我講 他聽到聲音 我也是覺得有 你從螢幕上面看到什麼聲音 他剛剛跟我講 我看到螢幕 我跟他講 那個優美剛剛講說 他有聽到聲音 我就感覺我左耳很癢 我就跟他說 然後後來就是 我看到那個師姐 是站在後面對不對 你可以倒帶看 他這邊整圈都紅的 所以他是不是被這個 好像被做記號 這邊是紅的 所以那位姜師姐 還沒被派進去之前 就被那老農民已經做記號了 因為我看到他整圈是紅 所以他站在後面 等一下我們再倒帶來回頭看一下 那不只是發生了這個 姜師姐被這老農民附身 後來又請了一位料師姐 再進去這個隧道裡面 居然被一個洞服王附身 什麼情況 再看下一段VCR 妳這樣還會不會害怕 我說妳這樣還會不會害怕 會耶 因為 師兄好像隨時都會被附身的感覺 比一個人的時候還會不會 我們現在派另外一個師姐 繼續前進去感應說 到底這地道裡面還有什麼 其他存在靈界的人 好 那我們請惠子 惠子 那大家請惠子一個人走過去 好不好 那現在麻煩你 慢慢走過去 來 請 慢慢走 那個Yumi我們現在有派一個師姐過去 你聽到腳步聲不要害怕 那如果又跟剛剛發生一樣的狀況 你要馬上告訴我們 我們現在另外一位 師姐已經走進去 對 看不見他了 現在看不見他的身影 我有看到一個人走 就是像我這裡走過來 可是 是 快點啊 快點講啊 怎麼樣 我有看到有人像我這裡走過來 可是還不是很清楚 請問是師姐嗎 喔 師姐 那師姐已經過去了 而且我覺得師姐好恐怖 他好像不是正常的 盈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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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盈 大的 оль 最終她是 Lions 試試問,你們靈州 放下 往前 老 Histor 我們 ún 变 你有不可思议的灵异影片或灵异照片吗 你知道哪里有恐怖的灵异地点吗 欢迎你与我们联络 一同探讨这不可思议的世界 100余梁 levers 师姐 师姐已经过去了 而且我觉得师姐好恐怖 他好像不是正常是不是 快点快点 來 右邊有水 小心喔 來 這邊 站起來 來 拿錢 笨 老師要說什麼 老師 請問師姐現在 經文還經文 笨 笨 笨 在哪裡的話 笨 笨 可以笨 可以笨 這是我的意思嗎 笨 笨 笨是我的意思 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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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蝴蝠王 動 蝴蝠王 動蝠王 蝴蝠王 蝴蝠王 動蝠王 動蝠王 就是蝴蝠王的意思 這會動他的 對 動蝠王 那老師可以問 剛剛那個農民老先生 是不是跟隨他的 蝴子 蝴 他們的魂被 被他收了 蝴 蝴就是絕魂 台魏那條魂被 在死後就被 拘止在這裡對不對 這個位 蝴蝠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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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上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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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啊 你聽得懂嗎 我聽不懂 這 這 這 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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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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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蛾 飞蛾 不是 存心不好的就對了 飞蛾 苦難 無疑 苦難無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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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龍宮的老伯老 沒有依靠 所以蝙蝠王來讓他做依靠 謝謝你照顧過去在這裡死難的老人命弟兄 呼聲 惡情 戀 是會會 謝謝你 我們把老人命帶走 這份工作交給廣義公的師兄姊姊的照顧 好不好 謝謝你先生來說這個事情 快點 本來不是派一位師兄進去嗎 對 本來那位師兄 已經就是 因為那個Yumi他沒有看過上身 然後他就是上到一半 他有吐了... 那個師兄吐了啊 對 有吐吐 就我們晚上吃了東西他就吐出來 然後他就喊 然後我們一票的人跑過去啊 連攝影師一去 跑掉了 所以師兄是正常的 對... 後來就退了 退掉了 對 後來就找師姐進去 進去以後然後也是到了一半 然後就... 因為我們剛開始拍的時候 就是我們在準備的時候 有一次很大的蝙蝠 就從洞頭上飛過去 飛到洞裡 就是到洞裡的時候 對 從洞頭飛進來 飛進來 大概這麼大 所以廖師姐說就是那個蝙蝠 就在他的身上講話 他說這個洞的蝙蝠王 所以他自稱叫洞夫王嘛 對 那剛剛講那段話的意思就是說 這些孤苦無依 沒有後代的這些老農民 在這個開山 死在這個山洞裡面對不對 那他們沒有人拜他們啊 那所以他本來應該歸於牌位 給子孫後代奉事的那個 那條魂呢 就被這個洞夫王 他把他收留起來 他們孤苦無依嘛 他照料他們 幫他們保護在這裡 可是問題時間到了 他們也想離開啊 那他就問我說 那可不可以告訴師父說 那他這樣可不可以算公德 他不可以做這個山的三神啊 他們在那邊修煉 會這樣騷擾過往的人嗎 不是啊 修煉很孤獨的啊 孤獨就是 我們要找一些人來當作伴 那這樣會聊高鐵嗎 那不叫聊高鐵 就是說應該這個 實際講應該是抓來 就是做他的伴侶啦 做冰江啊 抓來當小弟就對了 對 做小弟啊 對啊 現在我們這個健康的人 經過隧道怎麼辦啊 是不是特別小心啊 對啊 小心啊 對啊 也不會啊 欸 我上來不過有用 contacted到小弟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